警方已在公主道涉事一段路,拉起了封锁线 大量警员在现场 可见其中一架涉事的私家车撞向路边的防撞栏 车头为损毁 现场一带交通半晚 运输处亦宣布,因为突发事件 公主道往洪水方向,近九龙城警区总部 一路是全线封闭 可见那辆涉事的黑色私家车,车头为烂 而旁边的防撞栏都撞弯了 我们也看到,有穿着避弹衣和防弹头盔的警员在现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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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约12点 就是有警员在执行期间,在红磡警署外面开了窗 初步开了两窗,暂时消息说没有人受伤